我們現在因為有很多的消費者購買了BCE1000之後 他對操作上有一些疑慮 那我們現在就是針對操作的問題 我們跟大家講解一下 就是說今天我們按壓我們的BCE1000所專用的APP軟體 IPC System 那我們打開之後我們裡面已經有預設了 就是已經有新增了 我們就預設我們MASINE那這一台充電器的一個序號 在這個地方BCDA0002 然後他的電池是12伏AGN80AH 我們按壓下去之後 他就會進入乙連線 那因為今天天氣很冷 我們選擇用雪地充電 然後在這個地方 他有一個那一個開始充電的一個按鍵 我們按壓一下 他就開始充電了 OK 那現在我們看到電壓在上升 那這是他的電流 那我們就讓他繼續的持續去充電 那我們也不需要把這個APP軟體關閉 我們只要把他退出 讓他在幕後工作就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離開 OK 那這個時候我們完全不用去管他 那我們就可以自己去做自己的工作上班 或者是說其他的事情了 OK 我們剛剛充電器已經設定好再開始充電 那我們如果說已經離開了藍牙範圍 我們再按一下IPC 我們會發現說他裡面會有一個注意事項 就是疑慮與藍牙設備連接中斷 那看到這個狀況的時候 我們都不用去管他 然後我們只要把他退出 回到背景模式 那這樣子 充電器還繼續在供電 都沒有任何問題 在充電 OK 那我們就回去工作 我們 BC1000 他一直在充電中 那我們現在回來重新再看一次 我們點選我們的IPC System 打開他的APP 那這邊我們會看到 他有一個重新連線跟取消 那在這個時候 然後我們把他按重新連線 然後他中間這裡會開始循環 這個時間可能會約1到3分鐘 因為他從充電器開始拋資料到手機上 所以說請消費者 等待一下時間 對 因為有些消費者會認為 好像是不是當機了 然後就把他整個又把他按回去 那你看 我們現在電池已完全充飽 那我們確認 按確認 然後他開始資料就會一直拋進來 所有的資料都拋進來了 那總共我們充電的電壓 現在剩餘剩多少 那電流 那個 已經是歸零了 那充電的 的Ans 總共充了2.4A 那充電的時間 總共是3.4個小時 那我們的充電曲線 都在這邊看得到 OK 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們就可以離開充電了 OK 那離開充電 那我們可以返回上一頁 就回到原始的一個操作頁面 這樣大家就了解了 謝謝 OK MING PAO CANADA.COM